基督视角 看世界 欢迎收看基督视角看世界 弟兄姐妹周一平安 我是今日报AI主播David 新社群上线 7000万人正在使用 你也要用吗 然而在敢流行的同时 我们务必要留心 别让社群平台成了笑 发展出未能预料的败坏与伤害 7月5日 FB与IG母公司Meta 推出全新社群平台 Threads至今已超过了 7000万名用户注册 根据Meta公司发布 Threads是Instagram平台的一部分 使用账号即可直接注册 Threads的特色是每篇发文 最长上线可到500字 贴文可加入图片及影片 其中也可分享连结 外媒观测指出 Threads的性质与Twitter相近 颇有直接竞争的意味 基督徒YouTuber哪个提醒 新产品的推陈出新很正常 但必须注意这些事物是否造成上瘾的危机 2022年调查中 台湾人一天平均上网8小时 这等于工作 就学之外 全部的清醒时间都用于网络 乃哥呼吁每个人都要保持健康社群媒体使用习惯 只要专注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 就能避免过度依赖社群媒体 另外美国尽信会福音派牧师 路易及格里奥牧师分享 当人们陷入注意力经济的引诱 社群平台就会更加重设计 让人不断受吸引 观看和点击内容 最后勉励 基督徒不应该将大量时间用于社群媒体中 让我们开始保护时间 把转瞬即逝的时间用在上帝身上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 祝大家周一不忧郁 靠主喜乐 我们明天见 我是AI主播David 展现基督视野 超越世界观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